中国队对德国是小组的比赛 中国队目前是两胜 德国队现在比一般松腰还要长一点 我们等一会儿在比赛过程中 穿插的请韩华教练给大家解答 网友对他都给予了高度赞扬 确实像王楠走到高峰 高峰还有一些腰腹 应该说这个球一年比一年成熟 它也是很典型的既有力 有些用量因为在有一段时间 现在这个训练的量 漂亮 新的打 因为现在对方的中间装锁 漂亮 特点 漂亮 漂亮 所以这次男女团体比赛呢 都是一块来进行中国队派出了最强的阵容 男子是派出了 王立琴 马林 王浩 陈启 女子呢是派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 白短 李小强那种反拉 这些技术在很多年前是女女子是 撇一板 郭月这个球呢 隐蔽性非常强 这样李小强和郭月就以11比5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漂亮 所以说他当下行接 但是他手上他不敢用劲 漂亮 他看着他基本上没得打 李小强 你不吃他发球 然后相持起来以后呢 有揉 控制一下以后 高调虎圈 创造性的一些技术 拿起来 连续 第五版 当时这个朱师赫在203在法国是 你看史拉格这个 特别的对方 兜一板或者是反拉的时候 他这赢钱 很快 这个能力非常强 然后他的发球 吃的比较透 吃的比较透 高调虎圈 放短球 漂亮 在这个移动中 荒乱中击球 不能让他四平八稳的来进攻 大家看史拉格这凡手非常强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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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几点 你必须建议在消不住 是吧 再加强一些战术进攻变化 来转让对方 对吧 如果如果销 如果 攻球把你当 当你销球当攻球打 其实你难度很大了 你毕竟是 你是一面进攻 是吧 你跑动范围 你相对难度比较大 现在史拉格很从容 想发力就发力 不想发力就掉一半 你看反手力量很大 反拉 让史拉格是两面开工 机会 是吧 工作 业余时间也做 竞争比赛 如果有什么 有什么大的比赛 赛前搞了一个二十公斤的集训 意味上很不错 因为我记得我印象 在92年的时候 当时在巴塞罗纳运会 当时欧洲也搞了一个集训 就是说欧洲好多国家 在法国搞一个集训 集中的所有的国家 能够有十几个国家 来一块训练 当时我在的国家 也一块去参加这种集训 他们就是也是利用这种 人多训练 对手多 创造这么一个条件 不然他本国的运营 他本身就很少 不像我们中国运营 是吧 那还要看看别的情况 那么中国队呢 现在已经取得了这个 战胜了香港队 战胜了俄罗斯 漂亮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 第四第五局比赛 漂亮 削得好 战拉 前几个时候 我们看到猪猪哥 确实在思想高度集中 每一板球处理的 非常好 所以逼的施拉格必须要出质量 那么在出质量的过程中 施拉格就容易失误 又来了 而且苏斯克作为一个小球手 这个连续进攻的能力相当强 你看这个队拉起来 比这个攻球手也不差 再来 这一局呢 这一局呢 施拉格是 我们的男子是 侯猪超 女子是范英 所以我主要也跟机会少 也有很大关系 赶拉 再来 这样就是个呢 就以三比二 而第一的这个选手呢 是布莱斯的梅耶 和钢排竞争 现在4比4 有成品发球 高宁 输给了日本水谷所 漂亮 无上迎接发球 郭布图在进攻 连赛一度呢 是世界比赛的中心 就是所有的各国的好手都到 都是其中一个意大利的级别 经常 可以说重大比赛都到 漂亮 小组比赛在群传赛里边 取得前两名的队 将进行交叉 淘汰 也就是比赛中 有成品已经战胜了 罗伯特 第二场呢 是销球手朱世贺 战胜了 德国队的第一 结果无上迎直接调打 球丢掉了 这样呢 奥地利的队呢 就以3比2 险胜了 前四名了 是吧 因为由于德国波尔民传赛 他们赢了德国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无上迎就取得了